这绝对是我见过尺度最大的披萨 不仅将圆形笛饼改成方形 而且肉眼可见的所有地方 主厨都用了肉块知识填满 最夸张的是还可以根据客人喜好 摆上足足两公斤的烟熏牛奶 这就是来自底特律的方形披萨 一个来自美国的汽车城市 劳作了一天的工人味图方便 用装汽车零件的方形托盘来烤披萨 没想到做出的效果又酥又脆 好吃到出奇 因此大为流传 而伴随这种民间食品进入餐厅 用料的升级也更加让其美味加倍 选用高品质的中筋面粉 混合白糖酵母 加入橄榄油打发发酵 还有洋葱萝卜和芹菜 也要用橄榄油炸出清甜之水 之后就可以将满满一盆牛体筋 配上整整三上五花肉 加入清水香叶黑胡椒 熬煮成一锅乳白浓汤 随后将炸过的蔬菜放进去 继续熬煮一个小时以上 等待的时间可以玩会这款 全网一亿人都在玩的三伯各操手 主打休闲解压 操作也很简单 就这样单手转转就行 随时随地都能开两把 不耽误事 关键是不用下载 点击左下角直接玩 新手上线就送五百抽 运气好抽到版本之子诸葛亮 搭配诸葛连弩 一片枪林弹雨直接横扫千军万马 割草体验上头爆炸 玩玩游戏另起一口锅子烧热感到一场 煸炒去换末洋葱香气 然后加入满满三大层的番茄沙丝 开火熬煮至浓稠 期间不加一滴水 酸酸甜甜的番茄香味 和酥脆饼底组合才能形成味脸王炸 熬煮番茄汤时就可以将冷藏好的面团 放入铺满黄油的方形模具 一个个模具按压夯时 还要放入蒸香鲜蒸再烤 此时牛蹄筋和五花肉的熬煮也进入尾声 满满一锅的料 熬煮完过滤后只有一口汤 不用想都知道醇香之急 之后锅子稍热融化白糖 还要加入一两杯的红葡萄酒 煮开挤入大量番茄沙丝 一半和牛蹄筋汤混合 另一半直接倒出 这就是披萨表面一会要涂抹的酱料 此时就可以将纯肉的黑胡椒肠 切开后打上花刀 还有这种高品质的牛肋骨 也要涂满蜜汁料汁 放在真空袋里腌制入味 最后将烤好的披萨饼底取出 挨个翻面露出底层金黄 就可以涂上番茄酱 欧芹碎以及辣椒子 也可以刷上红酒酱后 往每一个披萨表面 铺上大量的马苏里拉芝士碎 接着就可迎来重头戏登场 什么腊肉蒜蓉大虾和培根 或者青椒鸡肉和芝士 每一次加料厨师都生怕不够 一定要盖满整个饼底 才算不负时刻青睐 看这师傅加料的手法和力度 屏幕前的观众老爷 也可以看看什么口味自己最满意 等到五个披萨饼底全部铺满 最后一个自然就是原味芝士 除了我们熟知的马苏里拉 还有当地特色的芝士块和芝士米 每一种都奶香翻倍 做好的披萨放入土壤烤盒 只需二十分钟就可以迎来每日出场 烤好的披萨表面芝士交融 色彩多样 每一种颜色都象征一种味道 还可以配上大块的后期牛奶 涂满酱汁 每一口都酥香浓郁 超满足碳水带来的快乐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